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一宫寺,是高松市的一座寺院 今天就借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四国巡礼 四国巡礼是一个绕着88座寺院来巡礼的活动 这个习惯它的由来是日本著名的红法大师 红法大师是四国88座寺院的开创者 它的弟子们经常绕着88座寺院来巡礼敬佛 而民间信佛的人也纷纷模仿,慢慢的这个习惯就到了民间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旅行的路线了 全程1400公里的巡礼之路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大家纷纷还是这样来巡礼 过去的巡礼之人是因为他有一个祈愿 有的时候是为了家里的安全 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或者是今生来世的一些愿望 而现在的巡礼之人呢 除了一个信仰之外呢 还有锻炼身体啊 以及旅行等等各种目的 有的人也是对自我启发的一个过程吧 今年呢正好是88座寺院开创1200年 在四国地区呢会举行很多的活动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想要体验四国的巡礼之路的话 最好是今年来到这个地区 可以看到很多的关于巡礼的城市 非常高兴 用与粉丝之间吃 还是長篇 那就取得点 视频 ring the bell 做四国巡礼的人呢 通常都是穿白衣戴草莉 手里拿的是金刚杖 为了便于行动呢 现在都是墓葬了 到了每一个寺院之后呢 会在大堂之前诵经 诵经结束呢 到一个纳金堂这样的地方 来买一本这样的纳金杖 其实你从哪一个寺院 买这个纳金杖都没有关系 然后经过每一个寺院的时候呢 就像这样 让这个寺院里的祖师的人 给你写上一笔 盖上这个寺院的章 像这样每经过一个寺院 都会得到这样的专有的印记 等到88座寺院都凑齐了之后呢 这就是你绕了88寺一圈的证据 你如果能拿到100本这样的证据的话 最后你会得到一个金色的符 这就是四国巡礼的一个过程了 这就是四国巡礼的一个过程了 这就是四国巡礼的证据 这就是四国巡礼的证据 所以我们也要说了 我们也要来参加你 来参加您的几个小巡礼的 几个小巡礼的几个小巡礼 在这个中央的一千二百年 的一千二百年